大家好,这张卡片是中国民生银行的JSAB的全币总信用卡 这JSAB是一个日本的卡组织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VisaMaster这种组织 还有一年是吧 这个卡组织其实也挺不错的 首先这张卡片是金卡级别 金卡级别虽然说不高 但是JSAB的话,其实它白金卡跟金卡的话 权益的话差不多 这张卡片从年费上来讲的话 它是首年是免年费 当年的话,消费一次境外交易就可以免次免年费 如果说你境外交易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去加码信用买个礼品卡 买个一美金礼品卡 那你可以免次免年费 这个问题不大 然后这张卡片是一个全币总的信用卡 全币总信用卡是什么好处呢 它就是全部都是有币总的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吧 你刷日元的话,它就是日元直接 就是日元的记录账单 然后你要还款的时候就有人民币购会还款日元的货率就行了 有些卡片是人民币跟美元的双币总卡 那种卡片的话,如果说你刷日元的话 就需要从日元转换成美元再转换成人民币 那么这期间如果说没有说你货币转换费的情况下 它也会有个货率损失 因为日元跟美元的货率啊 它会银行会赚一笔或者说卡组织赚一笔嘛 那么从这方面讲的话 所以说这个卡片的货率的话是非常好的啊 然后呢,民生银行也说了 他说民生银行帮大家承担了这个1.5%的货币转换费 在这一点上的话 国外银行基本上都是要这个货币转换费的 只有这个中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开始免收这个货币转换费的 这一点来夸奖一下 还有呢,这个GCB有哪些权益呢 首先一个非常大的权益就是说 你去亚洲国家 比如说日本、韩国的话 像我经常去日本嘛 然后呢,日本的话 它那个WiFi啊 WiFi不是要收费吗 它这个GCB就有权益啊 就可以免7000的权益啊 免费免费用啊 完全免费用 只要付500压金就行了啊 还有呢,就是这个GCB呢 有很多很多权益 比如说那个有贵宾室也可以用啊 但是贵宾室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饮料跟食物的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可以优惠的购买这个东京塔啊 京都塔的这个门票 还有呢,就是南海电车啊 有这个,有打着优惠啊 大概是五折吧 还有就是 那个机场巴士也有优惠啊 其实优惠很多的 还有的话,在日本购物的话 你用GCB刷卡的话 好像是满这个 2万日元吧 就可以抽奖一次啊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抽奖率非常高啊 中奖率非常高 呃,这个呢 大家可以直接申请一下啊 如果出国境外消费的话 可以申请一下 特别是消费经常是 不是美元币种的国家 所以就会发生了一个转异的地方 不发生了一个转异的地方 对 我对这是我来说的 这就是这个转异的地方 我没想到 那么再说 反正的地方